中秋佳节将至 彰化县卫生局为了让民众买得安心 吃得放心 11日上午在台湾丰康超市大浦分店 进行中秋节食品卫生安全宣导 并执行抽烟月饼及原料 生鲜蔬果 应景及烤肉食品 我们主要是针对中秋节即将到来 然后我们站在卫生主管单位的立场 关心民众食品的安全 所以我们做例行性的一个查核 我们卫福部其实有定一个 以通讯方式交易定定的食品 或餐饮服务的定型化契约 里面有应记载不得记载的事项 建议民众可以去参考它的内容 很多的消费者他是选择网路购物 假如是在网路购物的部分 我们一定要先留意就是业者的相关资讯 还要看它的评价 还有就是选购食品的部分 我们要看它的食品标示的部分 要完整的保存期 现保存日期 还有看过敏源的部分 还有来源产地 这些是我们要留意的 消费者有消费争议的部分 他都可以打1950 1950是全国一致的 检验结果有一件蔬果农药 检出残留过量 一件豆干检出过氧化清阳性 不合格率2% 卫生局呼吁民众 在选购中秋食品时 应注意店家环境卫生 及产品包装 标示是否完整 这样才能轻松选购 安心过中秋 公益频道林居民张化采访报道